大家好 欢迎大家关注新闻看点 我是李沐阳 今天是7月18号 星期六 今天我们要谈的内容比较多了 首先是病毒有眼睛的板块 然后是疫情情况 全球100个小时新增100万病例 伊朗总统说伊朗已经有2500万人感染 乌鲁木齐进入战事状态 全民进行检测 南方的水灾加重 习近平说5月已经部署救灾 从4月26号我们推出第一集一直到今天 我们专门谈病毒有眼睛的问题已经是第12集了 我们谈到了美国 巴西 德国 澳大利亚 俄罗斯等等多个国家 也谈到了联合国好莱坞和哈佛大学等等 我们收到不少的反馈 多数是正面的肯定 认为我们分析的比较深入 也比较客观 也点出了问题的实质 当然也有持不同意见的人 比如我们前两天就收到一位朋友的来信 他就觉得我们这个板块偏激 是对全世界感染中共病毒的人幸灾乐祸 认为我们是在说染病的人活该 这位朋友写的信比较长 他还表示希望我们给他一个解释 为什么会说病毒有眼睛 看到他这封信 我们反复研究 确定这位朋友并不是五毛 他没有破口大骂 而是希望我们能够给他解释清楚 可以看出他的心里是有一个症结所在的 所以我们决定在今天的板块当中 就他提出的问题做一个正式的回复 因为这可能有一定的代表性 首先我要澄清一点 我们从来没有过幸灾乐祸 更没有觉得那些感染病毒的人是活该的 1月17号 中共第一次对外公布病例数字增加 从这一天开始 我们就一直都在关注武汉疫情 当病毒扩散到全国和全世界之后 我们又开始关注全国全世界的疫情 我没有统计过 也无法统计到底有多少人 看过我们的关于中共病毒疫情的节目 但是我们得到过许多的反馈 认为我们的节目 很真实的反映了国内外的真实情况 我想大家也是有目共睹的 因为我们的宗旨就是力求严谨深入 为观众提供及时准确的新闻内幕和解析 从观众的视角来看待问题 以普通人的心态去思考问题 为真相护航 为沉默发声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 我们不可能对感染病毒的人说活该 也不会幸灾乐祸 相反 我们认为所有感染中共病毒的人 都很冤枉 很委屈 为什么这么说呢 从1月17号开始一直到4月下旬 我们天天都在报道中共病毒的情况 追踪着疫情动态 为此我们还改变了节目的结构 把原来每天两集短视频改变成一集长视频 而且还要延长时间 经过三个月的连续追踪 特别是对病毒传到海外的路径进行整理分析 我们发现一个很明显的特点 感染中共病毒严重的国家 地区 机构和组织 都是与中国的关系比较近的 我们举例来说 5月23号我们做的一期节目就是 一带一路变异路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这一期节目 里面从亚洲到欧洲 然后也谈到了拉丁美洲和非洲 只要是参与了一带一路的国家和城市 没有不被中共病毒侵袭的 台湾战略学会研究员苏子云 他经过研究发现 瘟疫在全世界各国爆发是有迹可循的 这个病毒在紧跟着一带一路的线路 穿过了伊朗经由意大利港口进入欧洲 苏子云在3月18号对香港的《苹果日报》表示 因为这些国家与中共的关系密切 相信了中共的消息 没有及时采取边境措施 对中国的疫情没有戒备 结果病毒长驱直入 导致发生爆炸型的疫情 就是说与中国的贸易往来 成了疫情传播的一个主要因素 特别是与中共政府有着密切经济往来 或者是战略联系的国家 受疫情的影响很大 《苹果日报》指出 瘟疫沿着一带一路的这个线路 进入到了欧亚各国参与国 使一带一路变成了一带一路 我们在两次节目中 都谈到了纽约的疫情情况 美国不是一带一路的参与国 纽约更不是一带一路的签署城市 但是美国为什么疫情这么重呢 特别是纽约 就是因为纽约与中共走得太近 在经济上给中共输血 养肥了中共 所以现在纽约的这个疫情是非常重 这些我们在以前都谈到过 大家可以翻看一下我们前边的节目 那么纽约感染中共病毒的人 是活该的吗 当然不是 纽约人太无辜 太冤枉了 在承受着不改承受的病毒折磨 大家想一想 我们说病毒有眼睛 亲共疫情重 也就是说 谁亲共 这个地区的病毒感染情况就严重 那谁亲共呢 如果是一个普通的百姓 他只代表他自己 代表不了整个纽约 能代表纽约的 只有纽约的官员 如果他们亲共 也就代表着纽约亲共 亲共就意味着 与中共的往来密切 贸易往来频繁 人员流动大 那么这是不是增加了 病毒扩散的几率呢 而病毒传播到纽约的时候 纽约百姓是不是跟着糟了殃呢 也许亲共的官员没有染病 但他的亲共政策 却给纽约带来了灾难 所以说百姓很冤枉 死去的人非常无辜 我们这是从科学的角度上来说 这个道理很容易懂 亲共疫情重 但是也有一些 无法解释的现象 我们这里也不妨跟大家再聊聊 大家知道 5月6号 纽约州长库默在新闻发布会上 他说 纽约州66%新住院的中共病毒患者 都是在家里感染的 库默在当天这么介绍的 从最新的统计数据来看 18%的新感染者来自疗养院 不到1%的人来自监狱 2%是无家可归者 2%的人来自其他聚集性场所 但是66%的人是在家被感染的 这让我们很吃惊 这个现象不仅让不墨吃惊 连科学家都感觉到匪夷所思 家里没有病毒感染者 也没有病毒携带者 他们也没有频繁外出 但是不明不白的被病毒感染了 如果用现代的科学解释 怎么解释呢 就是说 是不是感染病毒 可能跟防疫的措施 还没有太大的关系 比如台湾 与中国的贸易往来也很频繁 但是台湾的疫情并不重 这怎么理解呢 我们大胆猜测一下 贸易往来之外 会不会有政治因素呢 因为香港反送中的原因 香港的民众和平抗争 一次次的被镇压 使台湾朝野都看在眼里 看到了中共的邪恶 所以无论蓝绿 都对中共抱有戒慎恐惧心理 蔡英文当局对中共的威胁恐吓并不示弱 甚至表现得很强硬 再比如香港 在港版国安法实施之前 虽然中共还没有彻底的统治香港 但是世界各国都采取对中国封关的情况下 林郑月娥坚持不封关 让陆港两地的人员自由流动 也没有采取什么有效的防疫措施 她甚至还不建议人们戴口罩 林郑这么做的目的 有人分析认为 她是希望那些上街抗疫的民众感染病毒 用这样的办法 尽快平息香港的民主抗争 我们这里不探讨林郑的真实想法 但是她的确是放任陆港两地人员往来 但是那个阶段 香港的疫情并不很重 可是在中共酝酿港版国安法开始 香港的疫情突然增加了 而且是随着港版国安法的实施进程 香港的疫情越来越严重 大家想一想 港版国安法实施之后 现在连普通的抗疫都涉嫌没法了 甚至要成了颠覆国家政权的罪了 那这个时候 香港的抗疫游行都明显的减少 越来越少 甚至要被绝技了 那按说这种情况 人群越来越少的时候 病毒传播的可能性 也就应该相应的降低 但是恰恰相反 香港疫情越来越严重了 这个现象用现在的科学又怎么解释呢 我们再给大家举个例子 前段时间 英国首相约翰逊感染了中共病毒 一度住进了重症监护室 可见病得不轻 当时有不少媒体是围在医院的门口 都等着报道大新闻 但是随后传出消息 约翰逊在染病期间明确表示 要重新考虑华为5G问题 并且还表示要清算中共 就在约翰逊做出这个表态之后 病情很快出现了好转 不久就出院了 大家可以认为他是首相得到了最好的医疗照护 我也不排除这方面的原因 毕竟是一国首相 得到最好的医护照顾是理所当然的 但是如果看看约翰逊前后的表现 是不是觉得太巧了呢 他在染病前曾经表示 说要走亲共路线 然后不久就感染了病毒 染病住院之后 他说要对中共强硬 然后病情就出现了好转 现在已经完全康复了 这个现象怎么解释呢 有很多现象 用现代的科学根本解释不了 所以我们发现 种种现象之后 才说出病毒有眼睛 亲共疫情重 另外呢 给我们写信的这位朋友还提到 病毒感染的都是普通百姓 没有多少共产高官感染病毒 他的言外之意就是 如果病毒有眼睛 应该让那些中共的高官 先感染才对 怎么说呢 其实我也这么想 让那些祸国殃民的坏蛋官员们 都染病 然后中共也就垮台了 这才是大怪人心的事 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分析 现在的现象也不难理解 我们看电影看电视剧的时候 基本都是一个套路 大怪或者是权力最大的那个坏蛋 都是在最后一个死掉 前面有很多无辜的人死去 白白的成了陪葬 这就像打仗一样 小兵冲在前面的会先死掉 那现在这个疫情情况 似乎也在重复着这个套路 我们总说 现在的天象就是天灭中共 劝人们赶紧认清中共的邪恶 从内心远离它 就是不希望人们做中共的陪葬 不希望人们无辜的死去 大家知道中国有句话 叫百足之虫死而不将 中共是一个组织 它有9000多万的党员 这么大的一个群体当中 不可能所有的人都是很坏的 最大恶极的 真正的坏人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一少部分 而这些坏人呢 都是处在9000多万人的 这个最核心位置 最中心的位置 换句话说 都是中共的最高官 要想让这些坏人遭受天欠 那就得让外围的大部分人 都离开他们 也就是说脱离这个组织 当外围绝大部分人 都离开这个群体之后 处在核心位置的那部分坏人 也就暴露出来了 那这个时候很可能就是他们遭受天欠的时候 昨天还看到一位网友留言说 中共党员才9000多万人 但是大纪元退党网站上 三退数字呢 却是3亿6000多万 他的意思是我们自相矛盾 这个数字不真实 其实这位朋友没有理解 三退不光是中共的党员 还包括共青团员和少线队员 也包括团员和少线队员的前身 红卫兵和红小兵 这样算下来 声明三退的人数是3亿6000多万 但是和14亿人口相比较 这个数字是不是太少了呢 换个说法 是不是还有许多人 仍然在中共的各级组织里面呢 我们知道上天有好生之德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珍惜 怎么珍惜呢 就是让那些还在中共各级组织里面的人 赶快离开中共组织 不做他的陪葬 那怎么才能让人们离开中共的组织呢 就是让他们看到 意识到中共的邪恶 然后他们就会从内心远离它 退出它 而要想让人们看到 意识到中共的邪恶 那就需要那些坏人 不断的折腾干坏事 从这个角度来说 是不是天意所为 他们表演的越邪恶 人们三退的就越多呢 只要从内心远离了中共 是不是就远离了灾难呢 是不是这个道理 其实就目前的种种迹象来看 很难说中共的最高层 都是健康的 现在中共七常委的行踪诡异 外界早就有人猜测 他们当中可能有人感染了中共病毒 也有不同渠道传出消息 说病毒早就攻入了中南海 习近平长期不公开露面 可能就是因为怕感染病毒的原因 那从这个角度来说 这个三退的过程 是不是天灭中共的过程呢 如果病毒已经攻入了中南海 中共最高层开始染病 是不是意味着中共要完了呢 所以我们一再催促大家 赶快退出中共 千万别犹豫 因为谁也不知道 明天和意外哪个先到 我们再来说说中共病毒疫情的情况 路透社报道 伊朗总统鲁哈尼今天是欲出惊人 说伊朗境内已经有2500万人 已经感染了中共病毒 还有3500万人面临着感染风险 累计有20万人住院治疗 这组数字远远超出了 伊朗官方通报的数字 伊朗有8000万人口 如果有2500万人感染 相当于每16个人当中 就有5个人感染 这个感染比例高达31.25% 鲁哈尼没有解释他的数字 为什么与官方通报的有诧异 如果鲁哈尼通报的数字是真实的 那么大家想一想 中国的真实情况又是什么样的呢 截止到今天上午8点 中共通报的数字 仍然是83,644人感染 死亡是4,634人 但是这个数字 有谁还会相信呢 今天大陆媒体报道 中共国家卫健委的专家组 已经去了新疆 因为新疆连续三天 都出现了本土感染病例 截止到今天零点 乌鲁木齐确诊了22宗病例 其中新增本土病例是16宗 当地媒体报道 当局在今天下午的会议上通报说 采取最坚决、最果断、最严格的措施 乌鲁木齐全市现在进入到战时状态 停办各类聚集型活动 对社区实行封闭式管理 同时全市展开核酸检测 战时状态 说白了就是封城 严格的程度相当于当初的武汉 BBC报道 昨天进出乌鲁木齐的600多个航班 都被取消了 地铁也被关闭 并且对135名密切接触者 采取集中医学观察 有乌鲁木齐网民 他们表示 他们被告知不许离开家门 乌鲁木齐有较多病例采取封城措施 我们可以理解 但是新疆喀什的网民 也在社交媒体表示 他们也被要求禁止离开或进入 所以有网友分析 当局是在借着新疆疫情 在实施更加严厉的管控 这似乎显得名正言顺了 BBC表示 在新疆更加敏感的 是因为当地设有高度争议的拘留所 数以百万计的维族人被当局关押 国际社会称之为是集中营 但是中共官方说 这是再教育营 其实在很多方面 中共的说法都跟国际社会有差异 而中共的这些说法 很多都是出自中共外交部的发言人之口 昨天中共外交部发言人出现了一个新面孔 新闻司副司长汪文斌 以发言人的身份正式亮相了 网友笑称 战狼后浪来了 昨天的初次亮相 汪文斌给人的感觉 有一些儒雅读书人的气质 显得文质彬彬 有网友表示 过刚一蛇 找个儒雅稳重的是否为了综合战狼的锐气 网友的推测有一定道理 因为最近两年 中共外交部掀起了一股战狼作风 言辞凶狠 态度蛮横 咄咄逼人 不断向西方的国家媒体叫战 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新派战狼赵立坚 他在推特上被封为是 最红战狼外交官 因为他在疫情爆发指出 指责是美军把病毒带到了武汉 声称美国欠中共一个解释 也正因如此激怒了一直怒而不发的川普 一度将病毒称为是中国病毒 以此对中共进行回击 其实直到现在 川普在生气的时候还在称呼中国病毒 那现在中共突然换一个文质彬彬的人 来出任发言人 没有了赵战狼的无礼傲慢 莫非真的像网友所说 关起恶狗放出一个笑面虎吗 我们需要慢慢的观察 我们接着来说疫情情况 截止到美东时间昨天晚上8点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统计的数据显示 病毒已经扩散到了189个国家和地区 全球感染中共病毒的总数超过了1400万 死亡人数超过了60万 这个数字只是按照中共和伊朗通报的数字统计 因为这两个国家太不透明 所以外界认为他们的数字有很大水分 有迹象显示 病毒传播的速度正在加快 而且达到了惊人的速度 路透社统计 在最近的100个小时当中 全球新增了100万确诊病例 从7月13日的1300万到1400万例 仅仅就用了4天时间 如果从全球角度来看 第一个100万病例 用了是3个月的时间 而第14个100万才用了4天 从中可以看出 病毒的扩散速度是相当快的 世界卫生组织昨天发布报告 过去的24小时当中 全球增加了23万7743个病例 创下了24小时内的最大增幅 而之前这个记录是上周日 也就是7月5号创下的 那一天全球增加了 23万0370例新增病例 中共病毒杀子的人数已经高达60万 这个数字已经超过了全世界范围内 每年的流感死亡最高数字 到目前为止 疫苗核实问世仍然不确定 有不少国内外的专家都指出 第二波疫情正在虎视眈眈 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反扑 第一波疫情还没有过去 第二波疫情就在伺机而动 如果一直没有疫苗 也就意味着群体性活动 仍然要受到一定的限制 不过这似乎没有影响国际奥委会 和东京奥组委确定奥运会的举办事件 昨天国际奥委会举行了 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在线会议 东京奥组委在会上做了报告 公布了明年奥运会的赛程和场馆安排 按照目前的计划 东京奥运会将在明年的7月23号开幕 8月8号闭幕 期间将要进行33种竞技和339个项目的比赛 场馆和赛程都跟推迟之前的基本相同 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表示 延期的奥运会将以一种 和以往都不同的方式运营 明年夏天的事情是谁都不知道的 国际奥委会和东京奥组委 现在都在讨论 可能采取比较简单的形式举行 不过对于如何应对中共病毒流行 前景并不清楚 另外巴赫明年任期将要满了 他在昨天的会议上做出了决定 将要竞选连任 今年66岁的巴赫 2013年开始 已经干了8年的奥委会主席了 如果连任成功 任期将是4年 我们再把目光转向中国南方 水灾情况仍然扩大 气象预报显示 今明两天贵州湖南湖北和淮河沿县 都将有大道暴雨 部分地区有大暴雨 一江三湖防汛形势相当严峻 一江就是指的长江 三湖指的是洞庭湖 颇阳湖和太湖 今天重庆迎来了暴雨 长江重庆段出现了入汛以来的最大洪水 截至到今天上午10点 三峡水库入库量已经达到了每秒6万1000立方米 而出库量是每秒32,900立方米 大陆台新网报道 过去的10天 三峡水库水位已经上涨了12米 达到了160.47米 直逼175米的正常蓄水位 另外昨天已经遭遇暴雨袭击的湖北恩施 今天再次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昨天的暴雨已经导致了青江干流水位猛涨 使恩施的中心城区几乎是泡在水中 那今天的暴雨无疑将加重灾情 气象部门提醒 暴雨可能会带来山洪地质灾害和中小河流洪水 江苏也在今天上午发布了预警信息 上午9点 长江南京段洪水升级为红色预警 南方水患严重 终于成了中共政治局常委们的讨论内容 中共官媒新华社报道说 习近平在昨天的常委会上要求高度重视 报道中特别提到 习近平早在5月份就已经部署防汛救灾 报道说 习近平强调 6月份以来在中共坚强领导下 防汛救灾工作有序取得积极成效 并且说习近平5月19日就已要求有关方面 高度重视今年汛期 长江中下有汛情等等 如今全国27个省份都发生了洪涝灾害 一江三湖防汛形势严峻 三峡大坝岌岌可危 中共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宋新潮表示 有70多座古桥梁在洪灾中受损 11个省的500多处文物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失 全国数以千万计的民众受灾 数以万计的房屋倒塌 对这样的严重灾情 中共却说防汛工作有序取得积极成效 不知道这个成效体现在哪 如果是当局在5月19日 就提前亲自部署了防汛救灾 说明当局是很有预见性的 可问题是当时并没有发生洪水 洪水的出现是在6月初 北京是怎么防汛救灾部署的呢 而根据中共官媒的报道 习对南方水灾第一次做出指示是 6月28日表示 医邪地区汛情严峻 到了7月12日再次表示 防汛形势十分严峻 为什么现在在中国的政治局常委会上 又强调5月已部署防汛救灾呢 如果这么早就有了部署 下面为什么不动 没有提早做好预防呢 难道又是重复对武汉疫情的处理模式吗 在今年武汉爆发疫情后 习在2月3日的政治局常委会上表示 他早在1月7日就对疫情防控做出了部署 随后又在2月23日 县级以上17万人的视频大会上 又强调他在1月7日就部署了疫情防控 北京当局又要甩锅吗 这次的锅甩给谁呢 好的 感谢您的收看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